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汕头和厦门四座城市在全国率先被列为经济特区 然而作为第一批设立经济特区的城市 相比较于深圳乃至中海和厦门 今天的汕头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在经济特区成立之初 深圳和中海经济总量相当 GDP均为2亿多 但经过近40年发展 汕头分别于1985年 1997年 2006年先后被深圳 厦门 中海超过 成为四大经济特区中经济增速最慢的特区 2019年汕头GDP为2694.08亿元 还在全国地级市百名左右 此时深圳2019年GDP为26927.09亿元 经济总量差不多相当于汕头的十倍 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 不禁要问 汕头为何发展不起来 虽然和深圳一样 汕头市也是位于沿海地区 但汕头与桌江三角洲有300公里的距离 这就意味着汕头无法融入桌江三角洲的发展 自然会逐渐被边缘化 汕头是潮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都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 有潮人的地方无依旧有潮汕文化的存在 汕头港于1860年开步 素有连东门户 华南要冲 海滨邹鲁 美食之乡美称 然而潮汕文化既有开放的一面 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较为封闭和排外的意识 当汕头成为潮汕人自己自娱自乐的封闭王国后 自然会形成一滩死水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待的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